今天是海南红色娘子军成立90周年纪念日 海南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 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精神 在琼海 广大党员干部共青团员及少先队员 来到红色娘子军雕像前竞献花篮 重温红色娘子军革命事迹 我们作为青年干部应该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 红色娘子军诞生地杨江镇 举办了纪念红色娘子军成立90周年专场慰问演出活动 歌曲永远的红色娘子军 穷剧红色娘子军选段 舞蹈穷花等经典节目轮番上演 将观众带回那段蒸容岁月 他们身上这种坚定不移的信仰 我相信也同样会支撑着我们年轻的下一代 特别是看到那个受洗衣说 我的申请非常激动 一直以来我的姑婆旁穷花都是我们全家的榜样 传承她的真诚 代代生传下去 这里是位于琼海市阳江镇红色村的红色娘子军操练场的旧址 90年前100多位女战士就是在我现在所处的这片草地上 进行日常的军事训练 那为了更好的挖掘这段历史 村里将这片草地以及周围的建筑都圆模圆样的保留了下来 并且还规划了红色旅游路线 修建了红色娘子军民兵连纪念馆 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 感受红色娘子军当年追寻信仰的决心 瞻仰他们骁勇善战的英姿 村里也由此形成了一村一品的产业新格局 以红色资源助推乡村振兴 在三亚一场大兴一海实景演出 红色娘子军在红色娘子军演绎公园上演 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看 大家英勇奋战为名新生 拼搏到最后一刻感觉特别的感动 这种很有教育意义 很好的 我看来确实很感动 历史故事单代弘扬 那我们需要用新时代的手法 将它更生动的展现给我们的观众 今年红色娘子军成立90周年 三亚红色娘子军演绎公园 近日还通过场景体验 节目互动 专题展览等方式 讲述红色娘子军的故事 弘扬穷牙革命精神 how are you 神缓胃 名字变venth 员